超声探头 我们在前面介绍了超声探头的分类 和在不同组织中不同探头的应用 我们这里主要是讲了超声探头的结构以及工作原理 它的基本工作原理 超声探头的基本工作就是发射和接收 那么它发射和接收是通过超声换能器的工作来实现的 超声换能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压电现象 我们先来讲超声波的发射 超声波的发射是由电产生了变形效应 而引起晶体的振动发射出超声波 这叫逆压电效应 逆压电效应是超声波的发射 正压电效应是由反射回来的超声波是机械波 它使晶体振动产生电的效应 形成了回波的信号 然后使我们的探头进行接收 这是探头的接收功能是通过正压电效应来实现的 好我们要区分一下正压电效应实现的是接收功能 逆压电效应实现的是超声波的发射功能 探头的主要规格和性能参数 我们来了解一下探头的主要规格 类型前面讲了电子突阵电子线阵电子相控阵 这都是常用的电子探头的类型 那么探头的半径是指的突阵探头的所有阵源排列 所在的圆率和区率的半径 如10毫米的腔内探头 20毫米的心脏微凸探头 40 50或60的腹部探头等 还有一个性能参数是阵源数 指的是所有能独立控制的阵源数目 如第一档探头的80阵源 中档探头的128阵源 高档探头的192和256阵源 也就是探头的质量越好 它所能独立控制的阵源数就越高 我们来看一下探头中影响声速的形态 大小和能量分布的因素错误的有哪些 我们先看正确的 探头的形状和大小是肯定会影响的 阵源数及其排列也是影响的 探头的频率也会影响到声速的形态 大小和能量的分布 包括聚焦方式 原厂分散 我们通过电子突透镜可以使声速聚焦 所以聚焦的方式也会影响到声速形态 大小和能量的分布 那么这道题中只有分辨率与声速的分布没有关系 那么它的答案就是C 关于超声波指向性优劣的说法 正确的是超声波的频率越高 则相对进场越长 声速指向性越好 超声波的波长越长 则相对进场越小或者是越低 声速的指向性就会越不好 这道题是错误的 增加探头孔径可以改善声速的指向性 是正确的 增加探头孔径不能改善 这是错误的 好我们看这道题的答案就是A和C 超声探头的分类及其临床应用 我们刚才已经简单的介绍了 现在根据他们的扫描方式 我们可以知道 分为机械式和电子扫描方式探头 我们现在主要常用的电子扫描方式的探头 大体分为线扫 扇扫和突形扩展扫描 与其相对应的探头 就是线控阵探头 扇扫探头和相控阵探头 突阵探头 根据探头的构造原理 我们可以把探头分为 电子相控阵探头 电子突阵探头 电子线阵探头 机械扇扫或相控阵探头 用的比较少 频谱多普勒探头 导管探头 显微镜探头和矩阵探头 根据探头发的脉冲长度 可以分为单频探头 变频探头和宽频探头 超声探头的临床应用 这个与我们临床实际结合的是非常紧密的 所以多介绍一下 精炉超声检查 我们可以选用电子相控阵 或机械扇扫探头 频率要小于或者等于2大0兆赫 宽频探头应具备斜波技术 我们最常用的还是电子相控阵探头 眼部超声检查 选用电子线阵探头 也就是高频探头 频率在5.0到12.0兆赫之间 或者是再高一些 6.0到18.0 颈部超声检查 一般用电子线阵探头 这种探头 也就是高频超声探头 频率要比较高一些 心脏超声检查 选用电子相控阵 或机械扇扫探头 我们常用电子相控阵探头 它的频率介于中间2.0到5.0兆赫 选用矩阵探头 用于实时心脏三维成像 探头的频率要再偏低一些 我们看到这里只有筋骨超声扫查 它的探头频率要 偏低小于2.0兆赫 这样它探测的深度才会比较高 腹部超声检查 副产车 盆腔及腔内 以及外收血管 不同的应用时 我们会选用不同的探头 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超声探头主要分哪几类 机械扫描探头和电子扫描探头 这些都是详细的进一步的分类 主要分的就是A和C